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感兴趣的事就是画画 然后每天就来到工作室里边 我愿意非常记性地开始一张画 然后在这个画的过程里面去体验某种我想抓住的东西 它到底是不是艺术 或者是到底是不是当代艺术 我好像在这上面考虑得越来越少 所以绘画的风格的变化 是随着我不断地去使用它 它失效 然后又另外的一种东西又起效 我并没有说我想好一个风格 我要去变成这样 或者要变成那样 在画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会听一些非常记性的音乐 那么当它的结构不停地转变 但是同时又开始不停反复一个片段的时候 可能会给我一些结构上的提示 对于我来讲真正真实的东西 和绘画里面真正神秘的东西 都不在这种理智最浅层的范围之内发生 它应该是在一个精神很深处的一个地方去发生 所以我需要一步一步地去抓住它 枝江映这张画来自10年的我的一个个展 那个题目叫《灯楼已去踢》 整体的概念是和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悬浮状态有关系 那个系列里面还有另外一种隐喻 就是家庭中所面临的那种空境有关系 我不会别的事情 我只会画画 然后我在通过画画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它有它自身的逻辑和结构 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它在教我 你应该怎么样去生活 你应该怎么样去认识这个世界 我之前想优养 我今天想优养 我今天想优养 你去做什么事 你去做什么事 我今天想优养